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个花器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要插中华花艺六大器型中间的一个花器 我们称为筒花 所谓的筒就是竹筒 各位可以看到一只这样的非常昌进古老的一个竹 然后经过竹雕架的一个用心 那我们就把它开光 那所谓的开光的意思就是利用竹节跟竹节之中开一个洞 然后用这个开光的地方用来插花 那这个筒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这一只筒它很特别就是 它这个竹雕架呢 它在后段的部分留下了一片的竹 然后雕了一个荷叶跟一个荷花 这个莲叶跟一个莲花 那我们知道其实莲呢 莲花莲叶有一种年年平安的感觉 因为竹报平安嘛 然后再加上莲花 所以用竹跟脸合起来 又非常具有一种文人的意象的感觉 那我们一边插花 那一边来聊这个童花 那首先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在这个 我们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竹筒呢 我们上段的部分我们称为上格 那下段的部分我们称为下格 那这样两格有可以用来插花的呢 我们称为双格童花 双格童花 那我们今天要做 上格跟下格两成的一种插花的义务用 那童花呢 我们要在里面做一个煞 那各位爱卜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这个煞拿下来 那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非常环保的一个民族 比如说我们用 那个植物中的这个 这个自然的一个阿字 然后用它来插花 然后把所有的花都插在这个里面 那形成的这个空间美学非常的优美 而且呢 它可以训练一个人的耐性 然后用心 所以我们说呢 孔子在数尔篇里面 文语的数尔篇里面 讲说 自一道具一德 一一人有一意 那其实在有一意中间呢 不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书饭 跟长养自己的精神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训练自己的内涵的一个过程 那各位爱卜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个 这个那个 我们称为煞 把它放在这个竹子里面 其实在卡这个煞的时候 它并不是太容易呢 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因为 这个竹子本身呢 它因为它的那个 整个竹子的大小不一样 所以它每个角度 只要稍微角度一换呢 这个煞可能就没有办法 很顺利的把它卡上了 那各位爱卜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在里面 把这个煞给卡上了 那这个煞呢 一般来讲 我们最好做在这一个 我们要插花的这个地方的 八分高到九分高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称这种煞为阿字煞 因为刚刚各位爱卜菩萨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阿字型的 好 那我现在呢 就来插做这一个桶花 好 那我今天要用的这个花材呢 我用了一 我选用的是松 因为呢 我们这个竹 然后本身具有非常温暖的意向 所以我就选用松跟竹 这样两样的花材 好 那各位爱卜菩萨可以看到 我昨天到了花式 那虽然是炎炎的夏天呢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花式有好多好美丽的松 而且都非常的苍翠 所以我们说松 松薄不雕与碎寒 它不只是不雕与碎寒 其实在炎热的夏天呢 它都是特别的苍翠的 那首先呢 我把买回来的松针呢 它会非常的散乱 非常的没有精神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松 买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把它做一个整理 可以让这个松针呢 感觉上比较不是那么的乱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各位爱卜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在这个松的上面呢 我加了铁丝 比如说 各位爱卜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在这上面呢 我用了这个 18号的铁丝 然后上了 把它先 比如说我大概知道 因为它本来是一支很直的枝 那我把它先上了一下铁丝 因为我等一下把它弯起来 而且我要 我要让它呢 是这样子 能够离开这个 这个桶壁 然后能够这样子擦立起来 所以我必须要 稍微折肢一下下 那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在这边 已经稍微已经上了一下铁丝了 那我用的最 最初的铁丝 因为这个松针本身 非常的脆 而且它呢 是一个 很重的一个花柴 因为它上段的这个松针很多 所以我需要加比较多的铁丝 那我再加完铁丝 之后呢 我上一下这个 Tap 因为这个Tap 上上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韧度 就会帮我把这个 我要折下去的这个力道呢 可以和缓一下下 那这样子 我们在折肢的时候 就比较不容易断 好 那我把它加一下这样的一个 这个 咖啡色的Tap Tap 有两个功能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在折肢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 松枝比较不容易断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它可以修饰掉 我们家的铁丝之后的一种 一种美感 因为否则的话 我们让那个 那个 汁呢 就是我们说那个针 露出来呢 那感觉上比较不好 所以各位阿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 我这样子加上Tap 之后 那我就可以用它来折出 我要的这个角度 好 那我把它稍微的 稍微的把它 稍微的把它固定一下下 让它是可以这样子立起来的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 这个花器本身 如果它筒的深度很深 然后就可以插进去 比较多一点点 那如果筒的深度 本身不是太深的话 那我们在插座的时候 就会 比较不好固定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一支松呢 把它先固定 让它立起来 那我们再把这一支松 给固定好之后呢 因为它的松的那个 分量太重了 那我们知道呢 那个筒花呢 是 起源在五代的时候 也就是 在五代的时候 那个 起源在五代这个时代 那筒花呢 它是非常文人花的一个花 所以 我们知道筒花很重要的 就是一种线条的美 所以我们在插座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插的太多太重了 所以我现在把它的这个 这个整个松针呢 做大量的一个修建 把它整个 松的一种线条的美 跟骨干的感觉 就是表现出来 因为文人很注重一种风骨的感觉 所以不要那个比例 就是整个的感觉 不要太重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松针的这种 气质跟味道给表现出来 那我在下格筒 插了一支这样的一个使枝之后呢 我在上格筒 做有一点点平出的一个角度 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松的一个平出出去的感觉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刚好这一支松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出的一个角度 好 那我也让它的量 稍微的减少一点点 好 那这样就形成一个很美的 死跟刻的一个空间 那接下来呢 我配合这个松呢 我选用一朵这样的 烧药 这个粉色的一个烧药呢 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煮花 那以我们这个比例来讲 我们说 中华花艺的死克竹是七五三的比例 好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煮花呢 大概插到三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三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好 然后呢 我稍微的把它 让它煮花是有点点难面而亡的感觉 好 那这个烧药呢 因为如果我这样子直擦的话 它也比较没有办法表现出这个 它的花龙的一个美 因为我们说 擦花呢 除了花形之外呢 很重要 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花龙的一个美表现出来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烧药呢 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摺枝 因为我把它花龙 这样子往下往南摺 那它就能够 比较把它的花龙可以表现出来 好 那我把这个烧药呢 让它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煮花 那 那个 配合这个烧药呢 我以 这个电讯染液呢 来做它的鸡盘 因为我们在擦一盆花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一个 鸡盘的一个运用 那鸡盘最主要的功能 我是用它来衬托我们的竹花 让我们的竹花呢 有一个依靠的一个感觉 那我在这个 这个上隔筒的后段呢 我来加一个深度的感觉 让它有一个后段的松 那我把刚刚剪下来这个松呢 让它拉一点点后段 这是我们非常标准的一个 竹花的一个形式 好 我让它一点点后段 才不会觉得只有一只 一只那个 一只这个 史枝而已 好 然后我做一下下它的 另外一片叶子做一下它的 也做一下它的后段 让它有深度的一个感觉 好 好 那我插到这边呢 我就可以准备一个横格萨 把这个桶呢 把它固定一下下 不然它现在 因为它的阿兹萨会动 那我来找一个横格萨 那我接下来就找一个花材呢 来做它的横格萨 那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所谓的横格萨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 支柴呢 那做它的这个地方 把它从这边把它扣起来 扣起来 那它整个支角呢 就会收紧 支角收紧 收紧就 看起来整个花型呢 就会 好像一把的感觉 修饰一下它的这个支角 好 先放一次这样的薄 好 那因为我放了横格萨之后呢 那 就感觉就特别的好擦了 因为那个横格萨 可以帮我把整个作品的力道 给集中起来 好 这个薄呢 我让它不要太长 因为 还是以溅到双为主 好 那我在上格桶的地方呢 我也加一朵这个树心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各位奥姆萨可以看一下 我在 这个上面呢 加一点 一支这样的一个树心蓝 这样 那 这个白色的颜色呢 在夏天感觉上 非常的 非常的舒服 而且非常的美 好 我把它加一支树心蓝 但是我希望它的长度呢 不要太长 因为 不要高过我们的主花 就是我们的少药 好 那我 因为这个树心蓝 每一支 如果是 我们台湾local的这个 兰花树心蓝呢 它就 有很多崎岖弯曲的地方 可是 现在到了夏天 台湾的树心蓝 大概是在每年的 这个春天的时候 才会有 好 那夏天的这个季节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一些进口的这个树心蓝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树心蓝呢 做我的 复花 就是辅助这个 辅助这个 辅助这个 上格筒的 分量的这个花 好 辅助它的一个复花 好 稍微再调整一下姿态 让它每一点 好 然后我们在后段 加了一片这个 叶子 大片的叶子 最主要就是 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平衡作品 因为我们的 竹花 它 45度往前倾 所以呢 我们